這個黃老師 滿怕去用霸凌喔 對 我其實國中就去用霸凌過 那是一個很不堪的回憶 所以你看 剛才講那個黑暗農耀對不對 我都沒什麼看 文貌有在錄 他有在追 那我就不想看 因為我很怕有時候會勾起那個 以前國中那種不愉快的回憶 說起來是這樣啦 就是我以前國中呢 因為我們家裡沒有背景 那我們去練常態分班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提倡 在我更早以前是有AV班這種分法 但我那個時候讀書的時候 我那時候基本用的是常態分班 家庭用常態分班是正常的 但是後來我進去才發現不對 原來還有人情班這種問題 就是說那些有家庭背景的小朋友 他們是去用照片 就是那種人情班 那我那個班就是就是一班 就是有背景的被挑走 那沒關係 那大家沒有背景在那邊 也不是問題對不對 結果後來就發現情況不對 因為總是會有幾個那種同學 就是非常的壞 我比較那個比較頑劣 那個叫派 派就是有在刺激的 外面在造種一塊 就是有在混的 那比較壞 那壞無所謂 反正壞 因為常態分班就是一個社會形態 社會有好人有壞人 那沒有什麼 但問題是這些壞的人 他們就是來找好的同學欺負 那你說為什麼我會成為被霸凌者 我不是那種會去 我沒有正義感 我看到別人被打 我是不會跳出來說什麼 你怎麼可以打他 歐美西館 在那種環境底下 每個人都只能求自己的生存 那為什麼你說最後會找到我 我在想就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他們先霸凌的那些人 都轉走了 有些被他們欺負的那些 有的就轉學了 轉學就是一足了解 畢業當時也是先想要求轉學 其實那種被霸凌者很多 所以我記得我們幫他轉了好幾個 就一個一個轉走了 但輪到我的時候 我沒轉 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應該是國二國三 我想說 你應該那時候也很四個月而已 而且我也不想讓家裡知道 因為我跟老婆說我要轉學 那你要有理由嘛 我總不好意思跟他講說 班上同學霸凌 我那個年代沒有叫霸凌 我們那時候沒有 Bully這個字 沒有 反正就是欺負 但我也不好意思跟家裡講說 給我欺負什麼 我也覺得很丟臉 所以最後就等到那些被霸凌者 一個一個離開以後 就輪到我了 然後就開始打我了 你說為什麼要打我 我是要到底哪裡得罪他們 我以前你知道 卑躬趨跡到什麼程度 我連考試都會幫他們作弊 兩個要作弊 我就作弊 為了求自保 因為我比較會寫 俠鳥腰 我還會給大家去看 我想連這樣都做了 還會被打 我在想可能是因為沒有給錢 你知道那些他在給你拿錢 我們以前的行話叫總籍 就是勒索 他就給你拿錢 那我自己都沒什麼錢 為什麼要給你 所以我那時候就沒有給 我在想可能是因為沒有給這件事情 你就得罪了這些人 那你知道那種霸凌 有分很多種情況 最最最開始就是什麼 你知道你早上來學校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的課本 什麼課桌椅被推倒以外 那課本被撕爛 不然就是下課上個錯誤 回來你發現你的桌椅就倒了 你就知道一定是有人在弄的 其實你也知道是誰在弄你 但你就當作沒事 後來我根本課本都不敢放學校 就是被撕爛 對 所以我就只能 反正就帶著 不然就用水給你倒 對 那我覺得那個就算了 那個只是說 我不在的時候 就是反正那個 我覺得還可以忍受 最可怕的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突然就在這樣坐在位置上 經過的時候 頭都用死了 打到小孩把你扒下去 對 那個還好 扒還算客氣 東西拿的東西 就把你扒過來 就扒進去這樣 你大概也知道誰在丟你 但是你能怎樣 你能跟他說 你為什麼要丟我 你不敢 因為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氛圍到多恐怖嗎 以前那個下課的時候 掃地時間 我都記得下午 那大概 因為下午的掃地時間 比較久 班上的後面 就是那種修羅場 他們就會把那些其他班 身材會找其他班的同學來 啪 就好像就是我那個班 就變成是一個教訓的地方 可能今天他們看誰不爽 或是說誰可能 可能 也許跟他拿錢或幹嘛 沒有拿 後面開始啪 就是打 然後你就知道每個禮拜 就是那個掃地時間 就會在那邊打 然後其他同學呢 就大家都是裝死 就是 反正就是做自己的事 或是甚至是假裝不在教室 趕快去 去外 就是你就知道那個 那個是這種這樣的氛圍 那你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那個已經是 他們那種已經不是一般 我們 像我在後來 我自己出社會 在都會去教書 那種小朋友欺負的那種 那已經不是欺負了 那個基本上是畢業比較懂 那已經是混黑道 那種已經是 對 就是基本上就是犯罪行為 那已經不是什麼霸凌不霸凌 所以在這樣的氛圍底下 我是這樣子被被 扣這樣 我問你 好像說你當時被打 他們怎麼打你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可能就是 那就是你突然 這樣不像 你把它示範一下 他可能就是走走走走 然後就從後面走走走走 然後就這樣 跪下去 然後你就整個頭這樣 他不是那種這樣拍你兩下 是這樣子 然後整個頭這樣打下去 然後你被打 你也是不能怎麼樣 就趕快起來 然後就假裝多可憐 所以那種氛圍 那你說那有人說那老師 那難道不知道 對啊 你有沒有跟老師說 我跟你講前面幾個被霸凌者 有跟老師講 每次跟老師講完 老師當然會處理 我記得我那個班老師 還蠻正義的 一個女老師 但是他很正義 他會處理 他會把那些霸凌者叫過來 結果你知道結束以後怎麼樣嗎 那些當初去跟老師告狀的 打更慘 每一個都打到最後 就是直接都轉學 所以我怎麼敢跟老師講 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 我如果跟老師講完以後 他們現在只是這樣子 就是可能經過我靠你一群 我如果跟老師講完 你覺得以後就是掃地時間 那一個被打的那個 被圍毆的那個就是我 那你有跟爸爸媽媽講嗎 沒有 我覺得很丟臉 很丟臉 我覺得很丟臉 為什麼 我是一個男孩子 男孩子我就覺得說 就被欺負是一個 我覺得很丟臉 我覺得跟爸爸媽媽告狀 甚至跟老師講這件事 我覺得我感覺就更小 你怎麼摘到瘋了 我現在想我也不知道 我倒是怎麼熬過那一段 去上學的時候壓力會很大 很大 我的噩夢一場 就是真的就是早上進去 就是噩夢 然後到離開解脫 然後那一整天都是很期待 就是說我最開心的 就是看到那個霸凌 我的同學沒有來 因為他有常常翹課 翹課真的是謝天謝地 那整個都沒來最好 但最怕的就是他來 反正就期待 他只要不要來 我那一天就是很輕鬆 好過 或者他有來沒關係 但是就是不要不要來找我 他可能那天他可能欺負別人 那我也只能說 拍謝那你被欺負 我就今天我就平安度過 所以宋慧喬會 會要有一個報復計畫 你當時會想要報復嗎 我當時確實有 所以我曾經好像在節目上講過 我後來去準備了買了 那個蝴蝶刀 我去研究這種東西 我那時候曾經想過 就是一聊白聊 就是說反正我自詢 同歸於盡 我自詢我很會唸書 我可以去少年監獄讀書 就是我就把你做 把你捅了 對 然後我再去少年監獄讀書 都沒關係 我曾經想過這件事 我也確實去找了刀子 所以曾經到這個程度 後來為什麼沒有發生 後面更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說 可能我去做他殺刀幹嘛 他怎麼沒來 他可能就載學了 就愛來不來 到最後他可能也不來 他可能因為他在外面有 他們那種霸凌者 他們外面有空 一直礦課 對 後來他幾次就沒來 所以我記得我到國三的時候 就大概國三下學期 就是整個就 因為他就沒來 所以基本上就沒什麼事 一直可能到畢業年 那天看到他 但是因為可能就已經隔比較久了 所以就後來總算平安的 結束了整個國中 可是這件事情對我陰霾很大 同學的那個名字還記得嗎 記得 記得 很恐怖的名字 後來其實 後來其實我在報紙上看過那個名字 我也是阿倫 真的看過 其實現在那個司法搜尋 都可以找得到 其實我有看過 後來確實當初霸凌 我那同學後來就有案了 他的價值觀不對 後面就有闖大禍了 對我來說 那都是旗幟 可是說這對我一個小小的心靈 我沒有欺負過你 我也沒有對你 我都已經幫你作弊 跑腿都沒問題 跑腿絕對沒問題 我只是沒有給你錢 那是叫跑腿做那種小別山的事情 我都折 小別山 對 就當小跑腿 你手的事情就對了 都ok了 這樣還要被霸凌還要被打 你看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事件 是 是 那你那時候是這樣被霸凌 你現在自己做老師 你有什麼 所以後來我在國中當導師的時候 我就很在意這件事情 我當導師最在意的 我自己做讀書 我最在意的根本不是學生的課業 我給我自己的最大的那個期許 我要保護這些班長的同學 不要被霸凌 因為你自己有這個經驗 是 結果後來我曾經在一個國中 其實國中霸凌很常見 對 而且特別是那個學區 我那時候是一個工業區的國中 那也是常態分班 那這種就是等於是社會的綜合體 確實就遇到一個同學 我那時候他國一的時候 他就已經被保護管束了 應該是國小就有案子 然後被保護管束 他確實是跟一般小孩就不一樣 你看那個眼神跟那個動作力的 在外面有在混的 那眼神就是最改改 對 感覺說他跟一般的小朋友是不一樣 我也知道他混的 所以我那是他導師 我其實一開始我就跟他講 我說我知道你在外面幹什麼 我都大概知道 但是沒關係 我不會有什麼對你的另眼看待 或是歧視你 我說本來就 因為後來 我是也出社會界 知道社會難免 這個社會本來就是黑白 都共治 也不是說只有白的 但是我跟他講一件事 我說你到外面在遭遭 你有什麼那種就OK 但是到了這個班上以後 這些小朋友請你不要去找他們麻煩 我只對你要求這件事 你要上課不上課 你什麼都沒關係 不要去欺負他們 就讓他們好好的在這個班上 那你 如果你有什麼特別需求 你跟我講 我是你的得師 我一定會盡量幫你 甚至你沒錢 你才找我 他要你去每天幫他買早餐 可以 真的假的 我每天幫他帶早餐來 都沒有問題 我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只要他好好的在這個班上 他按來不來沒關係 你只要不要去欺負那些同學 我什麼都可以接受 他一開始是有聽進去 這就是可能就是保持一個 還不錯的關係 可是可能大概下學期 國一下學期的時候 那一個寒假回來 情況就有點不對 當然我班上還是會安排幾個耳目 就是同學還是要讓我知道一下 班上發現大概知道 後來我就有同學跟他跟我講 就是說就是這個同學 開始帶刀來都還是歧視 帶煙帶刀 那都已經是很無聊的事情 他確實就開始去勒索同學 跑腿是一定的 但重點是就是勒索 勒索還不是小勒索 小勒索就是說比如說便當 麵包五十塊這種叫小勒索 我講的大勒索是一定變門家裡的 拿大鈔的啦 比如你一根要花五百塊 那種就是大鈔 他可能還不只拿一個 拿好幾個 那同學都不敢講 這有點像保護費 對 就是收保護費 而且他越收越多 你到底已經不是那種小錢 是開始大錢 國一的小朋友 你跟他一個月拿 每天拿這些錢 那什麼時候的 後來我知道以後 我就非常的憤怒 我就真的就是處理他 那已經到下學期比較忠厚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考上高中了 高中老師 對 我已經考上 所以基本上我那個學校 我要離開了 但是我在離開前 我做了一件事 我扁他 而且那個斬不是那種 老師打學生那種 咻咻咻 我就用拳頭斬 你說這個是很不應該的 可是我那時候 我跟你解釋為什麼 我那個也不是 我真的有一次我已經被他離開了 但是我知道他幹了這些事情 我現在動不掉了 我把他叫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學校的一個反正就是沒有人的地方 我就跟他用 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用台語講 因為我在發狠的時候 我是用台語 我不是用國語 我說你老是跟我說 你是不是拿那個什麼錢 你是不是想怎樣 剛好 對 他就他就愣住 我說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那麼多事 我說你不用跟我說 你不用問我為什麼會知道 你有嗎 我是那種用台語 兇的說 你有拿錢嗎 他說他有 我說我不是跟你說過 你有錢 你如果要怎樣 你幫我找我 老師也幫你 你去拿我 你哪有錢 要什麼 然後他就不講話 對 你過來 然後我就靠下去 車子沾下去 然後倒在地上 然後你站起來 站起來 我說我現在 我好像就跟他講道理 我說我揍你這件事情 不是說怎麼樣 我是說我真的很沒有辦法接受 你去欺負那些小朋友 我說我已經講過多少次 然後我還跟他講 就是反正我就跟他講這個道理 我跟他說 我是把你當作是朋友 我從來不把你當作學生 從你一進這個班上 我就不把你當學生 我把你當作是朋友 那我當作是我年紀比較大的大哥 大哥怎麼樣跟你講 就是這些道理 我說你在外面怎麼樣都沒關係 那個基本上我們 我可以理解 每個人有他自己的江湖的生活 可是你為什麼要去欺負這些 這麼弱小的朋友 而且他們 我說 他們有多怕你 你知道嗎 你說他知道 他們就怕你 你再給他們拿錢 你再給他們求 你現在我問你欺負弱小什麼意義 這個對人生 所以講了很多以後 慢慢的他就掉淚 然後我跟他講一件事 我說我今天做的這件事情 我不會跟學校講 我也不會跟你爸媽講 我也不會去什麼寄過這些 我說我都不會去處理這些事 可是我希望你記住一件事情 我要離開 你也知道我要離開 我再我離開請 我希望你了解一件事 所以你將來在江湖上你會混 我希望你混出名堂 但是我講 我們剛剛講的黑道的道 他是有個道義在 我就是拜官公的 你不可以這樣做一些 我一定會做點主的也拜官公 對啦 我知道你說那個 但我意思說道義有道 你去欺負這些弱小 這樣子對你的人生 我就看你很無聊 我其實對你有期許了 所以我說我對你很失望 所以我今天捶你這一拳 是一個充滿了失望的哥哥做弟弟那種感覺 我說你能懂嗎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